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来说一下 诺克mini齿轮奔变压版的超长时间的一个用后感 回看了一下记录 我应该是去年4月份拿到的这台机子 然后到今年现在是3月份 也基本上差不多快一年了 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是一直都在使用这台机器 其实应该很早就要去拍这台机器的 但是就拖了这么长时间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如果对诺克这个机子稍微有一点点了解 就会知道这个牌子或者这个机子 在网上的声誉是很差的 尤其是在铁把里面 基本上一收到这个机子 就会说是不是锅如爆炸的机子 是不是那个炸掉的机子 什么什么的 一大堆 所以我这边就替那些说这个机子会炸的朋友 就用了一年 其实之前有一台旋转奔的横压的机器 那台已经送朋友了 也就是说诺克的机子 其实我用了应该至少已经有超过可能两年 两年左右了吧 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炸 好吧 那个可能让有些人比较失望 那这边对于这个事情呢 我唯一能说的就是 贴吧的吧主 是国内某一个知名咖啡机品牌的老板 那至于是再具体的呢 我就不说了 因为再说下去 估计我过几天又要接到好多电话了 在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对这款变压诺克的一个使用下来之后呢 如果总结来说 我可以目前为止我可以很负责说 这台应该是目前当下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可以用相对合理的价格可以买到的最能让你完整的去体验这个变压萃取的一台咖啡机了 反正优点缺点我就一个个就是讲 好吧 现在先做一些吐槽吧 在机子用到现在呢 其实有些地方真的还是让我觉得它有很大的一个改进的空间的 首先啊 第一个先说它的加水的地方 它的水箱是在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机子里面的这个区域是一个不锈钢的一个水箱 然后它注水呢 是要把这里转开来 然后从这里 往里面去灌水 这个灌水的难度呢 就可想而知 肯定是挺大的 对吧 你稍微有点不准 就这个水就浇到外面来了 所以就是这个确实 确实有点需要好好改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些参数 可以看到参数的这个布局 这边呢 是蒸汽压力表 这个呢 是萃取压力表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PID的温控 的显示 然后在萃取的时候 它的毒秒也会显示在这个小屏幕上 然后它的温控呢 是通过这个小遥控器去对它的锅炉的温度进行一个调节 那具体的我就不演示了 反正在它的说明书里面 或者你买之前 它的那个产品介绍页面里面 都会有相应的介绍 反正就是它是可调的 可控的 知道就好了 然后包括 我说到这个说一下 你看这个小的一个遥控器 对吧 整个机器这边 我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放它 不然可能这边放放那边放放回头要找出找不到了 所以我只能自己去做了一个 可能没有一个小的这个塑料的东西 把它可以放在这里 这样就不会找不到了 最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就是这个显示屏的位置 我每次萃取的时候 我肯定要看它的时长的时候 整个人要蹲下来 就是又要观察这边的一个压力表 又要观察这边的时间 因为它是变压萃取的嘛 所以它这个压力表 它是实时的去进行一个调节的 然后它的整个的调节 这个萃取压力的一个方法呢 就很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这个油门 你给它多一点 少一点 它的转速表就会实时的响应变化 就是它这个手动的 就像那个油门一样 对吧 我搬过来 中间它是开启 然后它的笨就开始工作了 就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可以看一下它下面 对吧 我可以看现在它的压力 就是在可能2或者2.5的样子 然后我一点点动 一点点动 看到没有压力指针 再往上走 我可以再退回来点 就是我可以让它的压力通过手动的方式 OK 我可以让它这个笨压通过这个手动的方式 可以精准的去让它停留在稳定在某一个压力值这边 好吧 这就是它的一个变压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然后就是它的蒸汽 它的蒸汽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根东西 看到没有 这根塑料管子 这管子 就是原本是在这个蒸汽管里面的 然后呢 我是把这个蒸汽头 把它蒸汽头是四孔的 看一下 这个没有没有疑问 把这个蒸汽头转开来 然后它这里会 就是这个塑料的管子在这边 它会 那么就是它会露出一点点 它会露出一点点 然后呢 就拿那个老虎钳 把它夹住 用力 整个抽出来 就可以把它拿走了 那为什么要拿走它呢 首先这个 这根塑料管 它起到的就是一个所谓的防烫的作用 就是它 号称 宣称就是这个 默认这个管子它是防烫的 但其实这个防烫呢 我们看 其实只是通过这根塑料管 去做了一些隔绝 所以当你真的连续再去制作咖啡 打蒸汽的之后 它这里该发烫还是烫 好吧 所以呢 在用的时候 务必养成习惯 去拿着这个橡胶的地方 这样拎着去拿 去动角度 不要去放这里 不要去手去捏它 这个习惯还是要养成 由于它里面装了 这么一根东西 所以导致呢 这个机器在默认的情况下 它的蒸汽是 就是比较小的 因为里面等于是被这个东西给压缩了 所以它的蒸汽 打起来 就有好有坏 对于新手来说呢 你的调整的时间 会比较可以给到你更加充足的时间去调整 但是缺点呢 就是当你真的想把它当成一台生产力的时候 它这个蒸汽的时间就太久了 所以就是有利有弊 那一旦当你就是打奶比较熟练了之后 我是建议呢 尽快地把这个东西给拆掉 一旦你把这个东西拿掉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的蒸汽就像被解除了封印一样 就是整个的强度 力度 还有它那个打奶的 这个顺畅度 就一下子从 你感觉好像总是 差点意思 一下子就变成了 哇 感觉进口气好像也不过就是如此的那种 差距 你知道吗 就那种差距太大了 所以我建议 能拆的就把它拆掉 这边是开水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 蒸汽的话 我先放一点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个蒸汽的情况 这边可以对比一下 格米来的鹦鹉 是 什么 这边是 有没有观察到 它刚才最后还会再喷一点 这个也是 它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用它打的时候 当你打完之后 你不要马上就把这个奶缸往下一移 可能它最后还有一点的时候 你一移它这个炮酒一下子就很大了 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诺克的这个蒸汽感 它整个的一个 转动它的力是非常轻的 就等于它这边 这个万象的轮这边 它是一个阻力很轻的 那一个是力很轻 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可支持到的一个角度 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就是习惯各式各样的咖啡师 总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喜欢的一个角度 那这是它一个角度大的一个好处 但是关于它这个力度比较轻 这一点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就是不喜欢的或者不习惯的会特别不习惯 比较有代表性对比的 其实就是像鹦鹉这样的机器 它这个就是如果你实际去体验的话 你就会感受到它的阻力就明显比诺克的要大很多 那喜欢像这种的呢 比较一个喜欢的好处是说 当你用这个拉花钢顶住它的时候 就说它不会晃动 明白吗 尤其是一些培训的或者教咖啡的老师 在教学院的时候就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稳固的 这种蒸汽感 因为初学者的话 它其实手上的力掌握不好 它可能一动就跑掉了 像这个的话 你看 如果假如我这样对吧 我可能稍微晃一晃 它这个蒸汽感就 就会跟着一起 就一起晃动 我个人呢 会觉得这个转向的角度足够大 会就是我会更优先考虑这一个因素 好吧 因为给到的一个角度更大的话 你去在实际打奶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去让它这个四个孔 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去旋转的 就更容易更方便 好吧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各有利弊 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就它这个蒸汽的这个开关 它就这样子直接掰下去 然后就直接打开了 这个其实和鹦鹉的这个开关 其实很像 像这种蒸汽的开关呢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就喜欢这种 比较直接了当的 不像那种旋钮的 可能旋一点开一点 打开要旋到最大 当然旋钮的也不是说不好 因为这个真的还跟个人的喜好 比较有关系 因为旋钮它 我用过像那个格米莱3200D 它就是那个旋钮的 我用过之后 我发现旋钮它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必要性的 尤其是针对可能入门的 或者是在进阶的过程当中的 因为它旋钮的话 可以一定程度的去控制这个蒸汽的量 对吧 那对于一开始的新手来说 你蒸汽稍微小一点 弱一点 不要旋的太开 可以给到你一个足够的调整 这个角度的时间 那我觉得旋钮呢 可能更适合 就是在进阶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做旋钮的这样一个选择 但是当你整个熟练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旋钮就 就很碍事知道吗 就浪费时间 像这个就啪一下 打开关上就好 然后就冲鼠头 它冲鼠头呢 那整个全宝盒式的都是不锈钢 然后它这里面有个小的一个枪体 就是除水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线 它是里面有做温控的 然后会连到这里 有一个小的那个冲煮锅炉 等于是这个锅炉 它是连着的一体式的 会做一个控温 然后在下面 在这个下面就是一个大的蒸汽锅炉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灯 这个灯的开关在机器的背面 那这个灯呢 我其实也基本上不用 所以这边就不多说了 然后边上的侧面板呢 刚才打过就烫 边上侧面板呢 就这个是都是石木的 然后把这些四个螺丝拧掉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内部结构 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脱水盘 不知道能拍的剪 看到没有 它里面的这个油漆 这个白色的漆都已经裂开来 翘起来了 但是我们看它外面的这个漆 都是完好的 所以我估计呢 应该是这个脱水盘里面 一直泡着水导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 它应该好好学一下那个 格米兰 格米兰就很聪明 看到没有 同样是白颜色的外面 对吧 但是它里面就没有去做这个 涂这个漆 所以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然后呢由于我这一台当时拿到的等于也是样机吧 所以呢它这边这个不锈钢的盘 你看它的误差还是很大的 我这一点一块纸 不然的话也是和这个格米兰一样 晃来晃去 那这个问题后来我和厂家确认过 在在我这个机器之后的量产机器 它都已经做到了一个贴合 所以这个问题只存在我这台样机这里 它就是一个接上水的 接上水的 所以诺克的这个机器呢 它是可以支持水箱 也可以支持直接过滤器接到这个上水 那它上下水的开关在这里 看到没有 有一个黑色的一个把手 一个旋钮 就是那个旋钮 你把它旋转 朝外就是接上水 朝里面就是用水箱 反正这个你买的时候 确定想买了之后再去了解也来得及 反正就知道一下 它支持这个功能就行了 然后这个呢就是总电源的开关 把它关掉就关机 然后这个灯 这个灯呢是电源灯 这个灯是一个水位灯 就是来监测里面水箱的一个水位的 如果灯灭了 就是说明水位过低了 就要赶紧补水 所以要保持这个灯是常亮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上面的话就是一个温杯取 可以把这个杯子可以放在这里 去做一个预热温杯 整个机子介绍大概就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照旧做一些简单的测试 然后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冲鼠头下水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边我多插一句 就是它这里面呢 它这个是可以拆开来的 拆开来之后 它里面这个控制 这个进程的这个地方 它是可以自己去调节的 也就是说 它出厂的时候会默认帮你调到开到最大 它是9个8的一个压力 然后呢 我之前把它拆开来 去把它调到了更大 调到了将近10 最大 如果你上粉的话 正常上粉上手柄上去 最大可以一直压到12个8的一个压力 好吧 这个反正就知道一下 你可以去调 但是我个人不建议 自己去把它拆开去调 我觉得默认的就比较好 然后这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手柄要注意的呢 就是在你使用的时候 不要很暴力 就不要这样子 啪啪啪 就是用很大的力去把它拧到这一边 拧到那一边 好吧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开关结构 还是比较 不能说脆弱 就是说还是比较敏感的 它设计出来不是给你这样子用力的摆来摆去的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结构不像 辣妈咪尼 辣妈咪尼的话 它掰过去 它只是一个开关 就是你掰来掰去 它其实就像这个开关一样的 就啪啪啪开关 所以就是你可以去那样子 用力去搞 没有关系 但它这个不行 它这个里面毕竟有一个感应 它的一个进程的一个装置 所以就是我拆开它 碰到这个问题 也是因为之前我这边 有些小朋友过来玩的时候 就是不注意 把这个东西很用力的掰来掰去 然后最后发现有点有点问题 所以拆开了整个调了一下 顺便就把它的可支持到压力 给调得更大 这个也是用摘机器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现在我们来测一下10秒钟 它的一个放水的一个量 77克 好吧 但是呢 因为我这个已经把它调到了 其实最大是12个bar的 所以开满之后 它的压力会比较大 那我尝试 稍微拉回来一点 就不要这么多的情况下 就是51左右 那这个数值是更接近于你拿到的出厂的机子的一个使命 秒钟的一个出水量 好吧 你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就是它这个冲煮头的一个水温 那个我只能很抱歉的告诉大家 我这个电池 没电了 我刚才试了一下 测不出来 它里面电池太久 然后它那个电池又是那个方的 我这边手头上没有备用的 所以这一次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显示出来 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测试 那我这边会找一下之前在诺克工厂时候测的一个拍的一个视频记录 如果找到的话我贴在这里 反正我之前有测过 它的这个温度控制还是非常稳定给力的 好吧 然后我之后换了电池之后 看到时候再补一个视频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打奶 看一下我这边乘凉的是201.7的冷藏的奶 边上有这个水气吧 它是冷藏过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打它需要多长时间 先放掉一些冷凝水 好的 我现在打完了 看一下我刚才记录个10 反光 刚才从我按下到结束28秒 刚才应该是201 对吧 也就是现在是202 也就是多了19克 这是它拿来的一个情况 可以供你参考一下 然后机器默认给到的配件呢 有一个这样的油底的手柄 双嘴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底的手柄 好吧 它的手柄都是这个木质的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可以的 好的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 我照旧用诺克 用这台机器 完整的做一杯咖啡 整个流程 让大家参考一下 好了 好了 点到 进入 转不了 转磊 转火 转变 转进 转发 转器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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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实实可以做到的 就是因为整个你都要去手动去操作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定量的这个设置 它也没有去记忆你的这个曲线的这个功能 这些高科技的功能都没有 所以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感觉上就像是一个手动挡的车 明白吗 就是如果你是个人这种意识的爱好者发烧友 我觉得呢 诺克真的是非常性价比的一款选择 但如果说你拿它要一天 一百杯两百杯的那种 就是量比较大的一个电用的话 那我觉得确实比较吃力 因为它也没有定量 所以你每一次萃取的时候还要拿衬去接 那势必同时你就没有办法去打奶 等于就是就是你要做完萃取再去打奶 然后再去制作一杯咖啡 所以整个的时间消耗会比较久 所以这个机器呢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 自己在家想要把意识玩到极致的 我觉得这个机器可以 或者是商用的话 对于出备量不是特别大的 但是呢 对自己出品的这个 在有限的这个出备量里面 想把这个品质拉到极致 或者做到一些不一样的维度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好的那么今天关于诺克迷你 电压版这个机器的一个超长时间用后感 就到这边 那如果你对这款机子还有什么更多想了解的 可以留言给我们看一下 如果集中问的问题比较多的那些 我看之后再会集中的再去放一个视频 好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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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